嗨 國寶今天來到楓霞 大理這邊的楓霞 之前有來釣過一次 現在就是 它原本的營業時間是十點 是十點 現在就是 我來的時候 因為十點半 也沒開門 然後就打電話問一下老闆 老闆是說現在人手比較不足 然後就變成說 十二點才開門 正常來講 還是十點開門 可能後續的話 他們人手足的話 可能就會回復到十點開門 有觀眾朋友要來的話 你們可以 先打個電話詢問一下 看他是十點開門還是說 還是十二點開門的 那 在等待 現在這個時間是十一點多 十一點多 那 國寶是想說 今天也 不要用阿波 也不用長錶 那今天 來綁個縣主 很多人 當然後續 後續國寶也會去 也會去綁一些 就是國寶在使用上的一些縣主 然後讓你們看 或許就是阿波阿 道澤長錶阿 就是機場做縣主 或者是一些比較奇特的縣主 那今天國寶來綁的是 就是 母線 張小優 張小優的甜品 不是甜品阿 那個母線 張小優的母線 那 來綁 把鏡頭現在往下 不要看國寶了 等一下 國寶幫你們看一下 然後 國寶在綁的話 就是 這樣兩條線 這樣 這裡 線 對著 對著 然後取我們要的長度 取我們要的長度 然後從這邊 線頭這邊 線頭這邊 我們就這樣捏著 捏著 捏著之後 打個圈圈 這樣 這樣有沒有 在這裡 這邊 打個解 然後在這個解的上面 我還會再打一個解 我還會再打一個解 就這樣 兩個 兩個解 這樣有沒有看到 兩個解 在這邊 這裡跟這裡 兩個解 這樣 然後 然後呢 國寶在這邊 我會用這種 半豆型 半豆 半豆 然後 從這邊 這個 這裡 去穿過 穿過之後 把半豆抽出來 先把它往下拉 往下拉 往下拉 然後在這裡 這裡 這個地方 我還會再打一個解 等一下 為什麼會打這個解 等一下國寶再跟你們說 這個解 這個解 我們的手指頭能拉 能拉得到就好 能拉得到就好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 打解 打的那個距離很長 只要能拉得到的地方就好 這樣 桿尾的解 就差不多了 齁 再來 這裡 這邊 齁 來 換轉這裡 齁 來齁 口法弄給你看 母線這邊 有沒有 就這個樣子 齁 這樣 這樣 齁 然後 兩隻手指頭這樣 撐開 然後 轉 齁 然後這樣轉 然後 捏起來 這樣 就 成一個圈圈 齁 成一個圈圈 然後 伸過去萬轉這邊 弄過去萬轉 然後手指頭放這裡 齁 齁 不要讓它跑出來 齁 順利 順利卡到那個 那個萬轉的卡屬裡面去 拉著 齁 拉著就這樣 就這樣 齁 然後 擋斗 拉一顆上來 這樣 這樣 有看到嗎 齁 這樣 即使你釣到魚 它 它 也不會 不會釣喔 完全不會釣齁 幾乎是不會釣啦 國寶這樣用 幾乎像 你們也知道 有時候會釣魚 然後有時候會 在釣蝦場裡 會有 釣到尋龍魚之類的齁 其實 它都不會去脫落 它都不會脫落 那我們要解開的時候 把太空洞往下拉 剛剛為什麼要打這個結 剛剛為什麼要打這個結 在這裡 我們手指捏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下 有沒有 鬆了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齁 這個結 就是方便我們要 收母線的時候 會比較好 拿 會比較好拿下來 齁 就這樣而已 齁 就這樣而已 好 我先來上一下 我先綁啦齁 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要用幾次 小狗在叫 我以為它開門 還沒十二點 看一下 幾次齁 兩尺 三 四 我們就用四尺 齁 用四尺的線 到我們的尾在這裡 齁 就這樣 比較 這樣就好 拿一下 太減了齁 齁 然後呢 國寶今天用的是 這個 這樣 這樣 浮球 0號跟1號 齁 跟1號 跟1號的浮球 那 國寶 國寶今天想釣的是 寵標 齁 以前 十多年前吧 國寶在釣的 然後寵標 釣長短鉤 齁 還記得之前國寶的影片嗎 搞怪系列 買的 長短鉤 齁 就這樣 就這樣 那麼簡單 齁 就這樣那麼簡單 齁 那 國寶先把它綁一綁 然後等一下 蝦場開門的時候 國寶再進去讓你們看一下 國寶先 國寶先綁一綁 然後 等一下進去釣場的時候 蝦場開門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 再展示給你們看 那 先這樣 好 看一下 照顧 今天國寶就是用這隻 太極 這隻你們應該會有印象 在那個森林開箱的時候 森林抽到的 然後又開箱的時候 又釣到巡弄魚的這隻 那其實國寶這隻拿到手之後 只有釣過巡弄魚那一場 就是有釣到巡弄魚的那一場 然後其他時間就被國寶冰封起來 因為它 它的原廠論解就是567 就是567 那其實比較不符合國寶在巡弊蝦的那個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竿子比較軟 它的竿子比較軟 那國寶的習慣就是比較拿 比較喜歡拿那種硬一點的 比較強硬一點的 那今天為什麼會拿這一隻出來 那我先組線 我先組線 然後再讓你們看一下 稍找國寶有跟你們講過 那我先組線 一樣 一樣來 一樣齁 稍找國寶說過的 這樣 然後 兩隻手指頭把它撐開之後 這樣交換 微捏 然後往這邊捏著 然後從這邊 拉緊 這個跟萬轉是一樣的道理啦 齁 這個 護的這一轉 齁 它也是萬轉 齁 它也是萬轉 就算它沒有萬轉 一樣在綁 也是這種道理 齁 也是一樣 齁 不會脫落的東西 然後再來 這個 就是國寶說的 我如果沒記錯啦 國寶十年多前 那時候 以前剛接觸掉蝦沒多久的時候 然後再玩的東西 齁 國寶玩過很多啦 像招魂班啊 自己綁的招魂班啊 不然就是 重標 其實 重標 它不只可以釣長短鉤 它也可以去做 背天品的動作 那只是說 我們的浮球 它都有號數 那你要背天品的話 我們那個浮球的號數 我們就選大一點的 讓它可以承載我們天品的重量 這樣子 齁 其實 浮球蠻好用的 它一包也才25塊 一包才25塊 齁 其實 蠻好用的 齁 那我們等一下做掉 國寶再跟你解釋說 這重標為什麼好用 便宜又好用 齁 那 我先煮 我先煮 齁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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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紅色那顆球 第三顆的紅色那顆球 差不多齁 齁 我們 如果要掉飄一點 短鉤 短鉤要掉飄上來一點點 剛剛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大致上在這裡 齁 剛剛 大致上在這裡 然後下去的時候 我們吃水線可能會在這邊 齁 它就等於飄一點點 它等於飄一點點 齁 齁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我再稍微調一點點 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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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鉤貼底 我們先掉貼底看看 就稍微再往上調一點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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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齁 齁 它往上跑一點點了 齁 紅球在上面了 齁 紅球的一半了 剛好水面是剛好紅球的一半 齁 齁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整個小時 頂手 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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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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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